吉安湘东昌活动中心户外广场 自76年建造完成后 并没有全面大范围的整修 至今就有多项的设施都已经老旧不堪使用 乡场由苏贞向县政府争取预算 获得了163万元的工程经费来执行 商工所也特别会同了村长代表和老人会干部 共同来讨论设计规划工程内容 希望能够提供最切合民众需求的活动空间 吉安湘东昌活动中心户外广场 从76年建造完成之后 没有进行大范围整修 而如今多项设施都老旧不堪使用 乡场由苏贞积极向县政府争取经费来进行修缮 希望可以加强安全性和功能性 让社区的民众有更舒适便利的活动空间 东昌活动中心户外的广场 以及环境的供购铺陈 在在地的村长 以及代表和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老人会长的吉思广义共构 由吉安湘工所向县政府提出 谢谢县政府寄注163万3千余颜 来做好我们的篮球场 运动舞蹈和老人乐活的环境生活圈 也带来东昌地区 环块上面在多功能的使用上的便利 安全以及乡亲的重要的期望 希望我们的建设在这一块时间里面 所有的乡亲来到了这个地方 注重自身的安全 让我们的建设在适性的生活移居运动 乐活跟整个执行面上 都能够带来满满的效益 还有安全的防护跟最适性的使用 提供给乡亲好朋友们 乡公所建设客表示 东昌活动中心户外广场要全面刨铺 以两层AC来加强稳固 篮球场部分会加设压克力漆面涂层 让运动休闲更安全 同时也会调整泄水管道 进行排水系统的整修 避免再积水 另外现有的大理石花台和围墙会打除 树木也会移植 同时还会增设仿木座椅 让长辈、乡亲来休息使用 香软油淑珍也希望 工程完成之后 未来场地管理维护 可以交由社区发展协会 共同来管养 这里会讲相报道